Hello大家好,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各位介绍台南道路的故事 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台南的大学路 好的,在我们此前的节目 跟各位介绍过台南的东门路 台南的中华东路以及东宁路 当然了,这个东门路跟中华东路 算是台南的主要干大 基本上不管是外地人或是本地人 都很有机会接到这两条道路 但是像东宁路 如果你不是住在台南市东区的话 你可能会对这条路没什么印象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大学路 如果你是搭火车来台南的 你很有机会接触到这条路 为什么呢 大学路就是所谓台南火车站的后站 出去的就是那条路 当然我们现在台南因为铁路东移 铁路地下化 所以后站的位置稍微往旁边挪了一点 以前台南后火车站一出来 正对出去这条路冲就是大学路 现在稍微搬了一点点 你还是要过一下马路就可以接到大学路了 各位说不对啊 为什么台南火车我搭火车不从前站出来呢 不好意思啊 会讲这个话表示你对台南不大了解 其实台南的前站早就没落了 我们一般都知道台南要逛 其实逛后站 后站比较热闹 前站真的没什么 你说关于吃的 关于买的 前站也不是说没东西 但是我们一般不会特别往前站下去逛了 都是后站 后站吃东西比较多了 逛的东西也比较多 甚至后站出去就是一个百货公司 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讲讲这条大学路 好的 这条路名叫做大学路呢 所以顾名思雅 他旁边就是大学 没错 他旁边就是台南最有名的成功大学了 那讲白了 其实大学路以前是什么 以前就是成功大学的校地 最早最早大学路 他基本上只有从火车 后火车站也就是所谓的前锋路 通到了下一条路 路口就是所谓的胜利路 过了胜利路之后 到长路甚至到现在的临森路 这边的大学路是不通的 甚至你现在去看 大学路不对 现在从后站一路可以走 走到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临森路 也就是所谓后甲国中的大门 其实这是很后面 甚至你现在看到后甲国中的大门 以前是他的后门 非常小的一个门 这真是时过境迁 甚至你过了胜利路之后 你会发现大学路怎么有个牌匾 非常大的一个石头 做成功大学的招牌 当然他这个招牌做得很大 可是他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就是说他的牌匾的下面 刚好两台车可以勉强的会车而过 所以偶尔就会发生 有人直接开车去冲撞这个牌匾 当然就有人说 为什么要出力这个牌匾在这里 如果你有这个疑问 表示你一定是外行人 因为以前大学路这一段 从胜利路一直到长路这一段 是成功大学的校地 为什么会开通 是因为附近有居民在城勤 然后成功大学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跟附近多家的结合 所以后来才把这一段给辟为一般的道路 但是最早这一段还是铺连锁砖 当你现在去看 大学路从头到尾都是铺博游马路 但是这个牌匾还是矗立在那里 因为那个牌匾应该在成功大学创立之后就在那里了 所以虽然有附近的民众提出说 是不是可以把这牌匾拆掉 但是后来还是维持原状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大学路的特色 有牌匾在那里至少你开车不会那么快 对这大学生的安危也算是比较有保障 我觉得这样也是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么其实讲到大学路也蛮好玩的 大学路的英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研究过 正常来讲以台湾这边道路命名的方式 大学路的英文应该就是用拼码比方说什么大学路 但是你如果去大学路的圣役路口 大学路跟圣役路口 你会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指标 一个写的是大学路 一个写的是university road 我个人是觉得university road 应该是包商发包错误 应该正确的 以台湾来讲应该是大学路 我这样在台湾看了那么久 你说台湾的马路的名称 不是用音译而是用意译 就是用意思去翻译的 我看来看去只有乌山头水库那边 有一条叫做八田路 八田路正常在台湾的翻译来讲 应该叫八田路 但是那条路叫什么叫哈达路 为什么叫哈达路 如果对日文有兴趣应该就知道 八田如果用日文来念 就是所谓的哈达 这个汉字的念法 他是为了纪念 所谓的乌山头水库之父 八田语一 他算是乌山头水库之父 还是他是迦南大尊之父 反正不管了 当年日据时代 对于迦南这边农田灌溉 非常著名的八田语一先生 为了纪念他所命名一条路 叫做八田路 其他我倒是没有什么印象中 台湾还有什么马路 是按照意思下去翻译的 而不是按照音下去翻译的 所以理论上大学路 应该正式官方的名称 应该叫做大学路 只是你可以在一条路 看到不同的拼音 我觉得大学路 可能还是唯一一个 只是我相信University Road 应该是一个不小心的翻译错误 一个美丽的错误 所以各位如果有去大学路 别忘了去看一下有趣的地方 好 那么大学路 他最起点就是所谓的台南后火车站 那么终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临森路后甲国中 其实大学路这条路 全场你用走的 我看大概慢慢走 应该20分钟一定走得完 其实这条路不是很大 应该说不是很长 宽度也就是两线道 两个方向各一线道 在一个慢车道 大概这样子而已 他车流量也不算是很多 大学路基本上不太会塞车 因为他也不是一个主要的干道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介绍 因为这条路 从我们刚刚讲的 他是成功大学让出来的路以外 他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首先你从后火车站一出来 我们讲他有个百货公司 没错 这边处立了目前我们节目录制当下 台南最高的建筑物 叫做远东大楼 远东过名思义 就是所谓台湾远东集团所盖的 这栋大楼它是一个圆形的大楼 当然是玻璃帷幕 他一开始有说叫做摩天 但是我看他这个高度 到摩天的程度还算是有一段距离 这栋大楼 我记得大概在20几年前落成的 是台南这20几年来 唯一的一栋高楼 其他你要找到这么高的楼层 还真的是很少 但是这栋大楼很好玩 这栋大楼它落成之后 它一开始好几十年 十多年都只有楼下面几个楼层 大概五个楼层有营业 是开所谓的远东百货公司 楼上的楼层是很后面 很后面才开了所谓的远东香格里拉饭店 换句话说 其实这栋建筑空在那边空了很久 一开始有说这栋建筑 前面一楼到五楼是百货商场 上面要做办公大楼 但是后来好像是办公大楼招标有问题 还是说它的使用分区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 反正这栋大楼空在那边很久 晚上你去看这栋大楼就是乌其妈黑一片 只有一到五楼 比较下面的楼层有些灯光而已 所以这栋大楼总是给台南一个很奇怪的感觉 好不容易台南有一栋像画的大楼 怎么一直空在那边 但是又不是一个烂尾楼 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一直没有营运 直到后来有所谓的远东香格里拉饭店进住了之后 楼面本来是只有头尾有百货公司 现在侧面也是香格里拉大厅 楼上就变成香格里拉的住宿饭店 我自己是没有住过 因为我是台南人 没道理我在台南还住台南的饭店 但是有时候我去那边找朋友什么的 这个楼上搞得还不错 而且view真是好 这就让我想到台北市 其实有很多海外的观光客 尤其日本人很喜欢去台北101 为什么 因为你会说101的顶楼有什么好看的 这个摩天大楼 你不要忘了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表示你很少去外国的摩天大楼去看 台北101的特色是什么 因为它没有什么遮蔽物 整个台北市里面跟101可以匹敌的建筑 大概就是所谓的这个星光摩天大楼 那星光摩天大楼高度只有101的一半 应该一半不到 所以你在101登上去这个瞭望台的时候 你基本上整个台北市的景致是一览无遗 那相对在台南这个远东香格里拉饭店也是一样 你是完全没有遮蔽的 台南你说要找到那种20层以上建筑真的很少 不管是办公大楼还是这个住在大楼真的很少 所以登上去的时候 哇这个整个台南市市区的这个是一览无遗 view非常的棒 所以我个人蛮推荐的 如果各位有机会来台南住宿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所谓的远东香格里拉 而且这个搞起来之后 终于这栋大楼算是比较有生气 因为平常我会去旁边的城大的运动场去跑步 以前在跑步的时候 真的晚上看到整栋大楼都是乌丝麻的 现在晚上看总是有几盏灯光 甚至有时候观光热潮忘记的时候 哇这个整个大楼都点满的灯 相当的有意思 好的那么这是他一开始的景点 那么再往前去 其实因为他以前是城大的校园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大学路旁边的商家的种类不是很多 那么也有一些团体的办公室在那边 但是大学路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以前曾经是城大的一部分 所以大学路上面有很多美食 这个美食其实我有点惋惜 以前大学路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喜欢去吃饭的地方 尤其大学路上面有所谓的18项 大学路18项 里面有很多精致的特色的西式的餐厅 但是现在真的都没落了 你说为什么没落很简单 因为少子化 现在虽然成功大学 他虽然是录取分数比较高的 但是他一样面临到招生开始出现落差的一个问题 虽然他还不知道招生有困难 但现在少子化严重了 再来就是说现在交通发达 所以大家以前我们在学校 可能一年就回家个三五次而已 现在有高铁有火车什么的 甚至有私家车什么的 所以现在学生在假日回家的频率就变高了 变成说这边的餐厅要经营下去 靠这些学生组真的是有困难 以前我们要吃饭 除了18项花园 那边大学路还开了麦当劳跟肯德基连着开 这间麦当劳我印象当中 不是台南最早开的麦当劳 但是也是数一数二早的 而且现在还处理在原本的地方 只是肯德基他搬离开麦当劳 本来他在麦当劳隔壁 后来隔壁改成卖衣服了 现在肯德基搬到麦当劳隔壁的隔壁 各位你不要小看搬家这个动作 虽然说麦当劳跟肯德基 基本上还是在旁边 但是这个群聚效率就差很多 我真的有发现 以前麦当劳跟肯德基开在一起的时候 人潮是相当的多 现在一分开之后 你会发觉两边都冷冷清清的 当然你说跟大学生的人潮减退是有关联 但是我觉得群聚效率 你没有连在一起就真的差很多 甚至以前我记得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不要说麦当劳跟肯德基连在一起 再往另外一头继续这样延伸下去 其实他附近还有很多餐厅 像我很有印象的是 他那边有一间叫做牛博式蒜味香肠 听到这个名称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蒜味香肠 没有错 他标榜就是他里面是卖香肠 当然他还有卖一些西式的餐点 自助沙拉 buffet什么的有点没的 以前那间生意非常的好 甚至他还在仁德交流道附近 就东门路那边 以前还有一间叫做洪潮博士 就在卖他的 专门在卖他的香肠 有冷冻香肠 有熟香肠什么的 你想想 我们一般觉得香肠不过就是一个路边摊 就庙口前面买的 他把它做一个高级化的包装 我觉得应该是台湾唯一间有把香肠做这种 餐厅化的一个包装的方式 而且这个香肠不是所谓德国香肠 是所谓台式香肠 当时我记得因为正好我那时候我补习班就在大学路这边 每次从补习班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这间这个蒜味香肠 他的这个生意是非常好 大家也不会觉得说你蒜味香肠 这个名称好像很俗气什么 没有 这个后来有一次 我爸还在那边遇到他的一个熟人 没想到那个熟人就是蒜味香肠的老板 他们还亲切的招呼我们进去里面吃东西 免费吃了一顿 当然这个东西也算是不错吃 可是你现在去大学路看 基本上大学路沿线的餐厅 就只有麦当劳跟肯德基还活着 其他的店家要么就改成卖衣服 要么就空着 你很难去想象 以前大学路很热到处都是吃的 甚至18项我们讲了 以前就所谓的18项花园 18项到处都是这种减餐店什么的 很有特色这种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网红打卡店 不好意思现在都没了 现在几乎也不说都没了 是说现在大概已经去了三分之二左右了 剩下三分之一冷冷清清的 我觉得看了也是觉得有点可惜 这个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少子化的影响 我也是很怀疑 还是说这一代真的就没落了 我觉得还需要点时间去调查 不过不得不说 这边毕竟还是大学旁边 所以这边是很幽静的 适合平常晚上过来散散步 吹吹风 其实这个环境还算是不错的 那么至于大学路的最后一段 也就从长龙路到临森路的这一段 这一段是最后才开辟的 我记得这段开辟大概也才20年而已 以前也是成大的校地 后来被附近的居民还有里长不断的邀请之下 最后才把这段路给开通了 那这段路的尽头就所谓的后甲国中 我们刚刚有跟各位讲 以前后甲国中在临森路的这个门 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门 因为以前临森路并没有开到这边 是后来临森路开到这边之后 那成大也发现 这个是有必要把大学路打通过去到临森路 直接打到后甲国中了 不过是最后一段 因为两侧都是成大的校地 所以这两侧没有什么东西 也就没有什么好逛的 那么一直延伸到最尽头 所谓临森路的路口 因为临森路这边是新开的 所以它两边不是成大的校地 就是所谓的后甲国中还有运动公园 这边也没什么好逛 但是平常你要来散步 其实这边很适合 你可以从后站 火车后站一路散步 散步到临森路这边 森林公园这边走一走 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 那各位讲 那这边到底有什么好逛的呢 我必须跟各位说 大学路这一代主轴 除了服装店 一些年轻的服装店以外 主要还是美食吃的 那大学路本身 我们也讲大学路本身是没落掉的 但是毕竟这边是学校 旁边除了有成功大学外 还有所谓的台南一中 所以这边的美食的东西 还存在相当的多 至于这边附近到底有什么美食 我们就留在下一节节目 进去跟各位讲讲 大学路旁边的两条路 胜利路跟娱乐街 他们究竟有什么好吃的 各位有机会来台南之后 不要错过这些美食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跟大家聊一聊 非常短的这条路 叫做台南的大学路 它虽然短 但它的故事也蛮多 而且它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一条路 它里面还有一个成功大学的牌匾 在台湾 我还没有什么印象 还有别的路是长这个样子的 当然因为小弟我骨肉寡闻 如果各位有发现 有其他类的一项大学路 这种学校让出来的路 而且留着学校痕迹 也别忘了留言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你身边有没有这么有趣的道路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 我是Cell Zell 我们下期再聊 拜拜